等到晚红 等到智晨 等这公主人 亲王 等你平躺下来 好 时间是每个五点过的 两分加喜快乐联播办快乐联播网建核 这部是快乐新生 我是又伦 跟大家一起拜祢 星期二下午的五点到六点 大家可以锁定快乐联播网的频道 在全国包括了大台北地区 大台中地区 云嘉南高高屏 还包括了里岛的澎湖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现在也可以利用网记网路 也是很方便的 可以锁定在快乐联播网的官网 还有我们的脸书 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直播 在今天也是很热闹 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可以看到影像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影像 其实就是非常的热闹 特别介绍了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其实在七月八月份的时候 有很多一系列的活动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好好地把握 让大家来到这边可以玩得开心 同时也可以玩得非常的有意义 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朋友 一位是老朋友 不是说你会很大 是常常来上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馆长 馆长你好 右轮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副馆长 陈毅雄副馆长 副馆长你好 你好谢谢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 我们要跟蝶梨来共舞 蝶是蝴蝶的蝶 蝶是鲤鱼的蝶 蝶蝶共舞来看鱼 就是2018台湾鱼类的多样性特展 而且他后面好像是特展一 所以馆长后续的话还会有二 还会有三 还会有四 当然 因为海科馆在对于海洋生物的富裕 跟一些教育的推广 我们期望能让民众更贴切 所以这次海科馆办理这样一个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特展 那跟其他的一种水族特展不一样 就是说不是只有海水鱼 我们也把淡水鱼加进来 那因为海科馆我们副馆长是淡水鱼的专家 所以这次完全是管整体的策划 所以策展人就是坐在我旁边的我们陈毅雄陈教授 也是我们海科馆的副馆长 我想等一下今天我们副馆长来现场 就是特别能够在达里 共舞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能够给听众朋友更清楚的一些介绍 当然这个算是海科馆 我们的大家长吴俊仁馆长 也会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说 这个7月份8月份如果说到海科馆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其实如果说有上海科馆的官方网站的朋友 都能发现到 这个每个礼拜其实真的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 而且是预造娱乐全家大小都很适合前往的一些 不管是特展或者是既有的一些这个馆 它其实都非常的丰富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这个馆长来为大家来做介绍 我们今天先来进行第一个重点 就是说来看娱乐台湾鱼类的多样性的特展 蝶里共舞是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 主题馆在一楼的特展厅来举行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哇对 这个馆长很厉害 马上就知道要秀出我们的图片 给在这个脸书的一些朋友可以看得到 那是说你在用那个视频 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 看到影像只能够现象收听的朋友 你就发挥你的想象空间 你会看到这个蝶里共舞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缤纷多彩的 不过呢关于这个专业性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要来问这个副馆长了 蝶里共舞一开始我都还在问我们工作人员说 什么是蝶什么是蟻 可能蟻我就会知道说是蟻鱼啦 然后蝶是怎么样的一个鱼类 它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 好谢谢主持人 其实会有这样一个特展 其实我们就是结合的两个特质 一个就是台湾淡水鱼的特有跟稀有性 那海水鱼的话其实很难挑 因为海水鱼台湾有三千多种 那因为从我这边一个最直接的印象 就是说我们从潜水里面去看到生态 其实最容易展现出来的就是蝶鱼的生态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扁平 而且非常活耀于珊瑚礁的种类 那我们在第一次切入这样的 鱼类多样性的主题里面 我们就希望在海水鱼的特色 要凸显海水鱼的美 那淡水鱼的特色 它要凸显它的特有性 在两个特质的结合之下 就会创造这一次展示的价值 这是我们当初所规划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子做区分 像是蝶的部分它就是海水鱼 对对对对 然后里的部分就是淡水鱼 淡水的主角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简单的做一下介绍 一般来说的话 可能像我们在海里面看的热带鱼 它的颜色缤纷多彩 所以它就是海水鱼 海水鱼 我们知道说像很多的朋友 他可能休闲的兴趣就是在养海水鱼 然后买回去的那个大的水竹缸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可能都是要打这个氧气 是不是还是要打什么样的一个气 然后很多人都每次有一个共同的经验 就是大家非常有兴趣 而且是很着重一些细节在养海水鱼 但是因为海水鱼好像很脆弱 养成功的人其实没有很多 应该说海水的那个鱼缸的系统比较复杂 也不是说海水鱼特别脆弱 因为就是说海水鱼的系统 它必须要很重要的是 亚朝代的它颜度要很准确 譬如说千分之35它的宽容度并不大 我们常如果把这些场域带回家里去养海水鱼的时候 就会有什么 我们家里会有开冷气也会蒸发 那蒸发你如果没注意水线的话 水会什么越来越咸 或者是你盐巴喷出来黏在鱼缸上 你的盐度也会不对 那淡水就没有门槛这么高 因为淡水你水再怎么蒸发 盐度还是零啊 你不会影响到它的盐度 所以为什么海水门槛高 也不是海水特别难养 而是说海水你要调的盐度要很准确 然后还有一些杂质的去除的系统 可能相对的比淡水还要重要 就等于说你的装备各方面都要齐全 要比较齐全 要比较齐全 阳海水门槛比较高 大家就是说比较方便 就是去那个海科馆看就最方便 对对对对 这是最好的方式 那你当然也可以从解说员那边去 偷偷学到怎么去养鱼的这些功夫 那对将来对清净水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其实提到了说这次的这个展览 来看鱼啊 蝶梨共舞台湾的鱼类多样性的一个特展 是即日起就已经展开了 那台湾其实因为四面都是环海嘛 然后美丽的宝岛 然后呢大家都会想到说 哇这个在海里面呢 到底是有藏着什么样的一些宝贝鱼这样子的 像是副馆长呢做了一些这么多的研究 然后也是这次的这个策展人 也是对外的发言人 所以呢像是这次的活动 它的一个特色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我可以分几个主轴来看 如果在淡水的话 其实各位可能没有机会 这有这样子的 在这么小的一个展厅里面呈现出 台湾有这么多特有鱼类的一个风貌 就以我们理科来讲 理科跟周边的这些相类似的近亲等等 它的特有的物种可能就有高达十几二十种 会在现场出现 包括还有最近十年内命名的台湾的新物种 都在这里看得到 那其实我们这边另外几个案例 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配合国家政策 有做了很多保育类 鱼类的抢救工作 那抢救的同时 国家不是要我们去救它而已 国家希望我们把它富裕成功 在富裕成功之后 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物种的 所有的繁殖策略 将来有机会让它回归大自然 对 那在这个同时 那国家农委会林务局也同意 就是说 让这些富裕成功的子带 能够让观众有机会目睹 因为这保育类能够看到是非常难得 因为在野外有些都几乎兵危或灭种 对 那在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也有两种到三种的保育类 在这一次能够提供给各位 能够不是只看到图片 而是看到真正的鱼在这边 在那边游来游去 对 那在这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需要海科馆 全力的来支持 像馆长在这部分的话 其实说到说 在这次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 蝶礼共舞的一个呈现 所以说海科馆应该也是耗费很多心力 毕竟呢 要去搜集很多的资料 然后呢也决定说要在哪边设展 然后以有限的空间 要来创造最多最多的一些生态的一个资源 让大家来看 所以呢 在这方面馆长也是功不可没啦 是 是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 除了展展示 让那个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我们最重要还是希望 我们观众看完以后 能多一些有外海洋生物的知识 所以我们这个特展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那我们希望啊 听众朋友能够啊 这个门道跟热闹都能够知道 所以呢 我们每个礼拜六啊 我们就是呢 会有大师的讲座 让我们听众朋友啊 能够了解啊 相关海洋生物 每个礼拜六 所以我们围棋啊 总共有三个月 所以总共有15场 那每一次每一场次啊 事实上都有不同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海洋 海洋生物的专家 跟淡水生物的专家 是 所以呢就是说 从六月30号 其实就有很多的一些 讲座的活动 然后他的时间点 应该都都是在周末假日嘛 对 然后大家如果说 要参与这样的讲座的话 要先事先报名吗 不用不用 因为我们我们故意在设 讲座地方 就在展厅的外面 大家可以随意参加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划 就是说 我们在早上 11点钟开讲 那开讲呢 我们会在 大概用几十分钟 讲完之后 再由这位专家或教授 直接带进去 导览他的重点 好好的 对对对 就不是一般的解说员 请大师来带 那各位如果 要亲临大师 帮你解说这些的话 就请你尽量早上台 对 下午的话可能我们就是一般的实体的解说员 所以你可以把握 礼拜六上午的这个时间 真的就是说一般的解说员 大家如果说觉得不过瘾 对对对 大家就可以挑有这些讲座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先听一些基本的介绍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追随着 专家的脚步 我们可以再拿一次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个板子 好来 那个这边的话 右轮这个拿会比较清楚一点点给大家看 然后又不会知道我们馆长跟副馆长 其实呢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 像是目前大家可以参加的就是说在7月21号 就是林杏柱教授 他是国立中心大学生命科学系 然后呢他是长期研究 像是武林长期的一些生态研究 所以说对于櫻花勾稳归 哇这是台湾的国宝鱼是很熟悉的 另外呢像是28号的话 有这个施童伟主任 他是海科馆的一个产学交流组的主任 然后对于潮进啊的一个海湾的富裕 及展望也是相当有研究的 依序到了这个8月份 还有9月份呢都有一系列的一些就是 专家带领大家来做导演 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大家其实也可以上这个海科馆的官方网站 都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我这边再补充一下 除了呢就是我们大师讲座之外 我们在下午啊2点到2点半 有一个叫我们推广免费亲子DIY的活动 对对对也是免费啦 那亲子DIY的活动 我们希望啊我们小朋友看到以后啊 是跟父母啊能够呢一起啊 我们这样一个亲子活动 那里面的节目啊 事实上有最主要有四种 一个是彩绘海洋世界 一个是呢水族箱的制作 另外两个啊 这个地方我就可能要先看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鱼耳立体 這邊有更大的 让民众啊能够更加清楚 那如果说啊这个这个因为只有25个名额 所以下午的时候啊 以我们上礼拜啊大家一直在在争取这个名额 但是就是呢啊我们希望啊这个民众真的有兴趣啊 您的动作是要快 这个就要事先报名就对了 当天下午 当天下午 排号码排 排号码排 下午一点半 所以说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家长想说 呃小孩子在暑假的时候 然后又不可以让他就是说可能玩的没有意义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免费的亲子DIY的活动 那像是在从7月14号一直到8月19号的 呃这段时间每周六日下午的2点到2点半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呃就是先赶快去排队 因为每场次限额25名 就等于说也是呃人数比较少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很专精的来做一些互动的一些课程啦 像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呢他整个的一个活动来说的话呢 他有这个呃等于说是黏土的一个教学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另外的话呢 他还包括了哈这个呃彩绘 海洋世界 然后呢大家布置那个水烛箱 还有彩绘啊就是拼图版 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都还蛮好玩的 对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家长可以带领着小朋友 还有就是有专业的老师 来教导大家一起来做互动 感觉就是可以呢 让很多的家长跟小朋友的感情更加的亲密 那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 蝶礼共舞哦 由这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所办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活动 大家真的有任何的一些疑虑的话呢 是可以上这个海科馆的官方网站 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每次呢又人中的这些海科馆的官方网站 真的看得眼花缭乱 因为这个活动很多 然后都很精彩哦 而且他的交通其实也很方便 没错 对 事实上我们比较鼓励啊 那民众可以搭大众因素系统 对对对 那我们有火车啊 直接可以开到海科馆的圆区 那如果要搭火车当然就从瑞芳啊 搭那个支线啊 对啊 一路上市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到达海科馆 对 那相关啊 像可以在台北市的话 在台北市政府的转运站 可以搭2088直接到海科馆 对 那我想相关的交通的一些资讯啊 海科馆的网网页啊 都有做清楚的一个说明 对而且现在那个APPAPP非常的普遍 然后还有Google的地图 大家其实只要打上海科馆 不是屏東的哦 是这个基隆的 基隆的海科馆 大家不要搞错了 然后呢 他其实就会有路线上面的一些规划 如果说是住在这个大台北地区的朋友 真的很建议大家 你到那个市政府这边 搭乘这个2088 然后呢 他就会直达到海科馆的门口 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 海科馆的一个等于说它的地形 有山有海 而且呢 是跟渔村是坐落在一起 所以呢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渔民存浦的生活 同时 每个馆每个馆 你可以很悠闲的去逛 去晃 然后呢 还有一些周边的一些等于创意美食 真的都会让大家觉得说 哇 心旷神移 同时呢 我们在下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还会来介绍说 虽然有好玩的 然后又可以增长知识的 但其实也有抽奖 可以让大家把这个奖品给带回家 因为有时候讲到说 有中片的时候 那个幼音好像就会更大 这个下个段落 我们再继续来访问馆长 还有副馆长 魔剧魔剧就在屏东儿童狂欢节 为了让小朋友欢乐过暑假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推出 Magic魔剧魔剧在哪里系列活动 有魔幻嘉年华 雷战生存游戏 好好玩绝乐园 一同去看戏 艺术同外市集 创意积木展 台湾国际儿童影展 故事剧场及水球大战等 7月7号到8月19号 欢迎大小朋友来屏东艺术馆 参加儿童狂欢节 详请请上 屏东县政府网站查询 以上是屏东县政府广告 最近真不顺 出来的蚊子又多 今天又感到头痛快笑 要来找师傅顺顺顺顺 是不是还会感到观察生疼 出镇 你怎么知道 哎呦 是天高烈啦 就说过这水爱度 不然会生蚊子 引起天高烈 蛤 这么严重 是啊 趕快去看医生啦 有问题 就签卡电话 一九二二 以上公告由卫生好理报 一百关键数提供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我们控制人员呢开麦克风太快了 结果我在这样说我们要回来了 好就在现场这样子其实都很直接的 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场就是这样啦 真的要紧张啦然后分秒必争的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海科馆的两位最佳男主角 分别呢是我们的馆长吴俊仁馆 另外呢也有我们的副馆长陈毅雄副馆长 那刚刚苏大学有说到我们的这个副馆长 这个等于说馆长有介绍说 来到了海科馆大概两年的时间 他是毕齐公寓 然后练功很久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呢有了这次的这个活动 可以说是呢把所有的毕生所学 就是完全的把它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那特别提到了说这次的这个蝶礼共舞嘛 那我们了解到说蝶是海洋的一些这个鱼类 那礼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淡水的部分 那我们特别提到说现在来到海科馆 就可以看到美丽悠游自在的一些 这个算是淡水的或者是海水的一些鱼类 同时也可以增加很多的一些知识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没看到 很多海体的一些鱼类 都会觉得蛮新鲜 有些人甚至会不会叫不出名字来啊 当然是会了 那甚至啊因为我们这次的展展展展 那有些啊这个这个摄影者啊 他就拿着那个大炮 是来摄影啊这个相关啊 我们展示了的一些鱼类 如果他要去摄影鱼类的话 他的一个镜头啊 必须要能够防水或什么 那这是不用了 他可以呢很近距离的 来啊这个摄取啊 这样一个图片 所以这个啊也是我们预想不到啊 能够吸引啊这个摄影爱好者 对于海洋生物 所以没有禁止摄影这件事啊 但是不能用散光灯 不能用散光灯 因为会惊吓到这些鱼类 对不对 所以那次啊我们那个副馆长啊 就非常这额外的一个效应 能够带动啊这个有关于这个摄影 摄影爱好者啊 来那个摄影 那刚才啊那个又伦有讲到啊 我们办这样一个活动啊 就是要要推广海洋教育 所以我们也是激发说 有什么方式 除了我们知识 除了让亲子能够体验 那我们也有抽奖活动 那抽奖活动啊 总共啊每一个月 我们都会抽奖出来 那总共啊有25个奖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副馆长啊 他的想法 那我们由副馆长来讲啊 比较生动啊 毕雄 好谢谢官长 这个这个我来帮那个副馆长服务拿着啊 然后副馆长可以提到说 我们这次的这个摸彩的 等于说鼓励大家能够多多参与的 这些活动的话 可以有哪些的奖品来当诱因的 好那在全馆同人配合之下 那我们大概就有规划六到七项的奖项 那头奖是我们那个 之前我这边就有出的这个 李行木的鱼类的图鉴 这个图鉴是一个很难得的淡水鱼的写真集 拍得非常好 对 那每一本大概价值一千五左右 那一千五左右 我们要讲一下这个价值 那这个我们在头奖就设了五 每一期就设了五本这样的一个书 可以让观众可以有机会来参展的话 那这个比你签运财的期望值还高 对 那还有其他就是我们在科教活动的折价券 那也就是特别感谢展示教育组 他们全力配合 也就是说折价券有一千元的折价券 这是第二奖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相关的海洋营队的一些体验营的活动 大概有九百元的折价券 那在民间厂商配合的也有在那个 尼斯湾的这个海鲜火锅 他也提供了这些大约九百元的这个免费的火锅券 那我们本馆呢也也推出了像五奖 这个就是价值七百元的海科馆的年票卡 这个就是我们馆内所提出来的 那当然还有些在科教活动 在我们曾经有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 包括小朋友特别喜爱的这些 海洋活动的这个探索包 还有一些很好的在生态观察的小道具 那价值大概将近五百块的这样的探索包 那还有这些餐厅的折价券 我们在这边也在第七奖 也会提供十个奖额 那每个月的奖额总累积 大概都将近超过两万块 所以大概我们每个月都抽 大概连续三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参与 其实这是一个诱因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无形上面的一个帮助 就是会让大家学习到说 海洋很多的一些生态的一些动物 或者是说在淡水的部分 大家应该好好的去维护它 同时呢就是说它也可以学习到一些环保的 基本的一些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说像是海科馆的部分呢 很有名的就是朝间带的部分 其实馆场这部分也都是这个既定大家常常会去海科馆 会去看的 那特别提到了说像是七月份八月份 因为它是放暑假的一个期间 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叠里共舞的一个活动 它会一直持续到九月份还是什么时候 叠里共舞啊 所以持续到九月九月三十 但是因为海科馆有山有海 那我们希望我们民众来啊 能够享受到海科馆这个美丽的风景 跟海洋的一些特色 所以海科馆有三大展馆 还有最重要还有六条步道 那这六条步道啊 都是沿着相关海湾 那大家也都知道海科馆的朝境公园跟富裕公园 那我们这个地方啊 事实上会在暑假有办一些营队 那最重要就是说海湾这么漂亮 所以我们海科馆就推动清水活动 那清水活动里面就有独木桌的教授 独木桌的一个滑行独木桌 从这个望海象的海湾到最著名的叫 那个橡皮岩 往瑞芳那个地方 那我们相关啊 就是因为刚才又人有讲到渔港渔村 对靠近渔村 所以如何啊 去多了解渔村之外啊 我们希望能够所做海味 所做就是说能够体验 我们就是说 我们海科馆比较推动啊 来的一个民众能够参与感 嗯哼 就是体验 所以呢 我们有这样所做海味 就是做一些相关的 呃 叫那个什么 呃 去求哈 来去做一些规划 像是 又人现在手上拿的呢 就是基隆的一个潮进 还有就是海湾节 对不对 呃 它其实呢 呃 这样的一个海湾节 呃 它其实呃 等于说 呃 它有主题馆加上呢 特展的一些联票哈 等于呢 那大家也可以哦 到这个海科馆的售票柜台 来做这样的一个购买 而且呢 哇 就是 它就是刚刚 讲的一个走入渔村 走入渔村 手作海味 哦 对对对 这样这样的话 就是说 啊 因为啊 你如果能够啊 对于渔村啊 嗯哼 生活啊 有了解的话 那对于海洋啊 就会更加亲近了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海科馆啊 有这样一个活动 对 甚至啊 我们海科馆 还有相关 可以来我们海科馆 看3D的电影 嗯哼 我们现在目前有两个片轮流在播放 嗯哼 一部是鲨鱼 鲨鱼 另外一部呢 是肯雅动物王国 对 那肯雅动物王国啊 啊 这部片呢 是我们6月30号 新什么 啊 新播放出来 刚开始 啊 那这个 因为啊 这里面啊 相关 是介绍啊 一个世界级的那个什么 动物的一个保护区 是 那啊 啊 里面啊 会秀出啊 马赛族啊 族人 这个战士啊 那如何呢 横跨这个大 大猎谷啊 嗯哼 那探索一些啊 肯雅最最眼边的角落 那里面啊 事实上因为借着3D 啊 生力生的一个效果啊 你会感受到它的真实性 好 就好像你踏入啊 这个啊 这样一个动物保护区呢 去看 跟这个 马赛族的这个啊 这个族人啊 去啊 看他们外围一些动物的一些生态 对 就等于说你可能 在看这种 影片的时候 你是融入其中生命其境的感觉啦 对对 所以呢 大家其实来到这个海科馆呢 你除了在近期的话 可以看到 蝶里共舞上的一个展示之外 既定的一些场所 他可能放了一些3D的一些影片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把握了 像是刚刚提到的鲨鱼 还有肯雅啊 对不对 另外还有可以值得向大家做介绍的吗 館长 那 因为啊 来海科馆啊 海科馆的长域相当大 那很多朋友来就是说 欸光一个半天 甚至一天根本就不够 都不够 对呢我们啊 就应运啊民众的一个需求啊 我们有这样一个啊 来海科馆游学区 对 来海科馆游学区 那这是我们呢 在推广海洋教育的一个套装行程 两天一夜 那两天一夜里面啊 事实上韩挂柱 还有呢你主题馆跟这个看3D电影 这合在一起啊 是800块 但是这个必须啊 要达到10个人呢 对 我们才能够运作 所以这整个加起来啦 啊我们啊很多啊一些游客 都觉得说哦物超所值 是 因为我们那个住宿设施啊 是新的一个建筑物 对啊 然后在他这个建筑在一个啊 这整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啊 绿树下面的一个建筑物 对 所以你又可以逛渔村 又可以看电影 又可以逛博物馆 是 那甚至啊 在海科馆的外围的场域 可以看日出 可以看夕阳 嗯哼所以我们啊 就是期望啊 能够让民众啊 在青海的过程中啊 对啊 能够爱上啊 这个这个海科馆 对 因为海科馆呢 嗯 它和一般的 像是哦 大家常常去看的 很多的一些海洋生态的 一些展示的馆呢 真的是不太一样 因为呢 它等于是 从当中 大家可以去学习到很多 爱护海洋 然后呢 爱护海洋的一些生态 包括了植物 动物的一些 嗯 基本的一些观念 所以我们有机会 我们先去做 新巧节目报导一下 对对对 哈哈哈 其实我们啊 真的就是希望说 真的有机会 可以多多的 介绍海科馆 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大家可以了解到说 怎么样可以去 亲近海洋 但是你亲近海洋 不是破坏它 是用一个非常和谐 而且是用爱他的一个角度为出发 没错 这样是真的很重要 而且小朋友 真的很欢迎小朋友 可以在那种 你可能国小 国中的那个年纪 就可以养成 养成这样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概念 因为呢 未来的主人窝 或许他们学完之后回去 会教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他们的影响力是更大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从这个呃 就是七月份开始 真的有一系列的活动 欢迎大家都能够 来到海科馆 像是很多的学生朋友们 就是游学去了 那大人朋友们的话呢 就可以多多的来参与这个呃 典礼共舞学习这个海洋的 基本的一些尝试 其实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要问一下副馆长 其实呃 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 那海洋对自己来说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去跟大家分享的 呃 其实我们除了要热爱海洋 要知道海洋的根本 根本的希望 还是要解决我们入狱的这些污染源 对 因为我们如果光要去保护海源 其实我们还要去反省到我们的河川 嗯哼 因为河川终究会归大海 是 所以深度的保护海洋 其实是要三海共同保育 对 我们的海洋才会有契机 嗯哼 因为一条干净的河川 才能够孕育一个丰沛的海洋 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碟里共舞的目的 也要告诉大家 山跟海都有非常珍贵的资源 嗯哼 尤其我们在岛屿的这些特化之下 各位可能来海科馆也可以看到很多珍稀的这些 好像是淡水鱼资源 其实它必须要结合淡水河口 甚至海洋的保育 对 这个鱼才活得下来 哦 那像这些珍稀的鱼种 这一次我们也搭配了有一些 呃台湾特有的塑河的一些虾虎的物种 也在德里共这边也有搭配 对 那可能未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策展的主轴 嗯就是一些串接河海或是海洋河口的这些物种 也许将来是一个主轴 这个在海我们会在演艺在寝室馆长 对 怎么样去规划一个 哇更加把海洋保育跟溪流河川保育如何契合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他等于是环环相扣 对对对对 而且对于人类的生活 大家不要觉得说是没有影响 其实真的影响都非常大的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与生态大自然和谐共存 人类呢才能够非常健康无语的继续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宇宙大自然当中 因为大自然有些反扑的威力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就馆长的部分有什么特别呼吁的 呼吁大家要踊跃的来参加海科馆的活动 我相信海科馆的同仁 事实上本着就海科馆的一个宗旨 就是希望我们的民众能够呢 知海亲海爱海跟永续海洋 所以在海洋教育的推广是要 海科馆必须要有这种使命如何让民众喜欢 所以我们这一次啊这样叠里共舞出的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啊 这个淡水鱼跟海水鱼的一些渔猎子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课程的讲授 跟让小朋友去亲身的体验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还是呢期望啊 我们听众朋友啊能够啊这个播空啊来海科馆呢 跟我们一起啊啊这个这个享受啊啊 政府这样开创这样一个海洋科技博物馆 对他等于是真的就是从呃观赏这个去参观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学习到海洋的科学的知识 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就像又人现在手中所拿的这个版 他有四大中心三大展馆 然后有六条的步道 然后呢这个包括了像朝靖公园这边啊 你可以呢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些海洋的资讯的一些生态啊 那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 可能你每天所面临到的都是车水马龙的一些都市 你感觉到说哇心胸很阿燦啊 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很闷 这个时候其实来到了基隆八斗子的海科馆 相信你可以接触到山也可以接触到海 那个感觉就是非常让自己的心胸更加的开阔 同时呢一系列的一些活动也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学习很多 获益良多 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分别是海科馆的馆长 我们还有就是副馆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藉由这次的介绍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来参与海科馆的活动 我们谢谢两位特别来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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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人啊想要化 嗨嗨我们进广告 现在来跟大家说到说你头上今天是越来越简单 只要呢你会要来选择某某人 你就会来拟 而且呢只要5分钟这15分钟 这个泡沫一变色你就染好了 是的 这样你要方便的东西 这样你要转的东西 这样你要转的东西